嗨,大家好,我是凱咪,欢迎回到频道 身为一个香氛控的凱咪呢 要跟大家坦白一件事情就是 我这一年多以来几乎没有在用香水了 你没听错,太不可思议了 因为呢,身为一个香氛狂人的凱咪呢 收藏的香水在鼎盛时期呢 高达了数百瓶之多 在两年多前呢,经过一次断舍离之后 我只留了五瓶最爱的香氛 但是在这一年多以来啊 我几乎没有在用 用的次数呢,一只手数得出来 几乎达到了低香不战的境界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今天凱咪就要告诉大家 要分享给这些懂香、爱香的朋友 还有正要进入香氛世界的朋友 一些新的香氛观念 帮助大家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味道 没错,好,那我们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今天的影片内容 是的,今天这集的主题是不是有点惊人呢 大家千万不要误会哦 我不是说叫大家不要用香水 也不是说要反对用香 没有,我觉得用香水呢 还是一件生活的一个美好的情趣 美好的生活习惯 大家爱用的还是照用 只是今天跟大家分享 我在香氛之路 这个心路历程的一些心得体悟 跟一些感悟 跟大家来聊一聊 凯咪用过的香氛呢 当然是从这个顶级大牌啊 经典传奇啊 到小众实验的品牌啊 到一些独立的品牌 各种不同的香氛品牌呢 凯咪都有涉略 为什么我不用香水了呢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其实简单一句话总结 就是我玩腻了 好啦,那我来总结一下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我想也就是我刚刚讲的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呢,现在的香氛品牌太多了 逛街的时候呢 真的是满街整层的香氛 一条街好多品牌 然后每一个品牌里面都有 十几瓶 二、三十瓶 上百瓶的香氛 但是呢 这么多的香氛 却有一种大同小异的感觉 所以呢 就是我刚讲的 有点玩腻了 已经都看过 都摸过 都玩过了 对,我就是一个这么 习心厌旧的人 对,已经没有办法刺激我 没有办法满足我了 这么多的品牌 这么多的香氛 而且呢 这么多人都在用 你香 我香 大家都很香 所以呢 香不香这件事情 已经不稀奇了 我现在追求一个不香 香氛过剩的世代呢 没有味道的味道 才是最好的味道 这就是呢 凯咪一种心情吧 就是 既然你很香了 它也很香了 诶 那我来一个没有味道 是不是更酷呢 因为我觉得用香就是要追求一个独特 所以既然这么香 这么多人都很香 那不香不是最特别吗 诶 香氛品牌 千万不要紧张 我呢 就是聊聊 跟大家交流一下 我还是买很多香水 别慌莫慌 所以呢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让凯咪呢 不太用香氛的另外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我觉得 现在的香氛行销能过度神话香水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 我觉得香水没有那么神 除非呢 你是很有灵魂的人 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觉得 卖香氛这件事情 很需要动用说故事的技巧跟能力 因为香味 味道这件事情 它没有形状没有颜色 喷到空气当中 你也摸不着 你只能闻到 但是呢 嗅觉却可以刺激我们的大脑 产生一些你知道化学反应 进而呢 从你过去的记忆啊 还有一些潜意识当中 提取一些画面跟连结 产生的一些想象力 所以它可以把我们潜藏在 记忆深处的一些过去过往 曾经 还有一些记忆的东西呢 把它唤醒 所以呢 香氛在行销这件事情呢 就要不断地透过说故事的一个手段 策略跟这个包装 让你去喜欢这个味道 认同这个味道 它呢真的是比卖口红啊 比卖衣服还要难 因为口红看得到颜色 衣服看得到剪裁 穿上去好不好看 画上去好不好看 一翻两瞪眼 但是呢 香氛就是一种感觉 一定听过呢 很多香氛都在诉求啊 你用它之后呢你会变得更有魅力 会变得更有气质 变得更有那个桃花 更有质感 巴拉巴拉一堆就是呢 透过用香氛这件事情 让你质感升级 但是我必须要说一件事情 一个有气质的人呢 就算他不用香氛 他还是有气质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通过一瓶香水 让你变得有气质 功效呢 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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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的 与其想要通过香水 让自己变得有质感 不如好好 静修自己 培养自己啦 我觉得还是最根本的 然后呢 香氛再来 神来一笔 就是呢 相辅相成 真正的魅力 还是要靠自己培养的 是不是 香氛真的就是 那么 临门一脚 那么神来一笔 在用香氛之前呢 不如先去买几本好书 让自己变得更有气质 是不是呢 有人说 富有诗书 气字滑 就是这个道理 接下来第三个 让凯咪不太用香氛的原因 我相信大家都有共同的经验 就是呢 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当中 如果突然走进了一个 满身香水味的朋友 这时候你一定会觉得 哇 那个香味 已经不是香味 那是一种侵略感 有点被冒犯的感觉 有没有这种感觉 真的是有点微妙 我们每个人呢 都有装扮自己的权利 但是 我们也要有 尊重他人的美德 用香氛 原本是一个美好的目的 但是如果它影响到别人了 有时候 我们看到人家的穿搭不好 或装画的不好 我们就眼睛闭起来了 或者是撇头不看 就看不到 对不对 但是呢 味道这件事情 你不可能说我闭气憋气嘛 你能憋多久 对 所以呢 它就是一个嗅觉式 比较难以关闭的东西 所以呢 我们在用香的用量 用法 用香的场合 应该要有所克制跟节制 不是越香越好 这一年多来 我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才恍然才惊觉说 哇 原来过去的我 就是一个相分过头 而不自觉的人 我才反省说 哇原来我自己是不是 常常 以这个香气为乐 可是没有顾虑到 身边的人的感受 我以前还知道多夸张 就是追求一种就是呢 人没到 味道先来 对 我真的是沾沾自喜 大家都觉得说 哇 这个味道 一闻到就知道 凯咪要来了 对 然后呢 凯咪走了走 味道还留在那里 总之我觉得 用香精的事情 真的要控制啦 要控制 凯咪还是很期待用香水的 该用香水的时候 我相信 我还是会用 但是我希望 用一个更特别的 所以 我就灵机一动 是不是应该来出一个 没有味道的香水 这样有人会买吗 应该不会对不对 所以呢 我就先不喷啦 这时候呢 我就觉得自己 还比较特别 就是你洗完澡 其实我用的沐浴乳啊 我用的洗发精啊 都有一点味道 然后自从我不用 那个香水之后呢 那个味道反而就散发出来 而且我觉得是够的耶 留在身上的那个 清清 然后柔柔淡淡的味道 就是我喜欢的 所以我真的觉得 好像不太需要 再加更多上去 各大品牌 莫荒 我还在等你们出一些 真的打动我的心的味道 然后呢 这段期间呢 凯咪其实还是 是有时不时就是会逛一下 还是会看一下 还是会买一些回来品味 然后呢 品味一次之后呢 就会送给同事 就是送给我的公司的人 他们真的很幸福 先跟大家分享 最近买了哪些特别的味道好了啦 比较特别的一定要介绍 这个呢 就是 它们家原本只有出那个室内的方向蜡烛啊 扩香啊 然后跟家具加湿对不对 然后他们居然出了就是香水 哇 我真的很爱他们家的室内 扩香 对 然后那个香氛的味道呢 真的很不错 这个味道 很温馨 很温暖 很有质感 但是 海咪 就用一次 如果你有想要用香水的话呢 我觉得可以去逛逛看啊 还有像这个 阿木吉的这个 有没有 最近还买了 tomful这个香草的这一个 对 也都是近期还蛮有话题的 然后呢 最近这个很红的 这个Majerla的这个 买来体验一下 就是感受一下 有没有 是我想要的那种感觉 这些香氛都很棒 都很美 但是呢 我就是 没有想要用在身上的感觉 喜欢的人 还是可以去试香 而且用香氛的习惯就是呢 哇 手啊 脖子啊 衣服啊 全身喷大概有七八下以上 然后呢 我现在用香氛 真的要试香 要用香的话呢 我真的就是把它这样 撒在空气中 一下 然后呢 那个香水这样落下来的时候呢 就是用手去挥 对 让它就是 很薄很薄的 落在我身上 对 这是我现在 用香氛的一个 新的方式 刚讲的 不去打扰他人的美德 自己很美 也没问题 但是呢 我们也不要打扰别人 是的 今天这个影片呢 凯米其实 挣扎很久 想说要不要做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既然很有感觉 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 因为呢 这个影片真的不是说 大家不要用香水 而是如何正确 然后更美好的使用香氛 这件事情 让大家呢 可以提升香氛的品质 可以寻找到 更适合你的味道 总结一句 什么是最棒的香味呢 我觉得呢 一个人的干净 清爽的仪表 就是最吸引人的前调 而他谈吐 言谈间 散发的魅力 就是最吸引人的中调 而他脑袋里装着的人生智慧 还有阅历 则是他最深藏不露的底蕴后卫 这个前中后调 就是我们的人生 你就是世界上最棒的香水 是的 希望大家会喜欢 今天的影片内容哦 不要忘记了 一定要把这影片 分享给你身边 也在寻找相分的朋友 喜爱相分的朋友哦 当然最重要 最重要就是要关注 凯蜜的频道 我们更精彩的影片 下次见 拜拜